大家好,我是龚俊 孤独症不是疾病,而是发育障碍的一种 面对疾病,以医疗手段,比如药物、手术治疗为主 以治愈、控制为目标 面对障碍,以配备辅助,比如设备、设施、教育、培训等支援体系为主 以正常化生活保障为目标 因为我们在,世界无孤独 与我一起加入新兴语、蓝色行动、关爱孤独症儿童 关注与支持孤独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 传递爱,温暖孤独